新疆队成功双杀了广东队 虽然这场比赛打得跌宕起伏 可球标他们却笑到了最后 而且就在这场新月大战中 赵锐就高挂免战牌 这也就是说 新疆队的外线攻坚能力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极限 可就算这样 球标他们依旧在赛场上打出了自己的特点 即便他们的三分球比少了五个 但他们的投篮却比对手多出了六个 这也就进一步拉开了双方的分叉 但这对于新疆队来说也只是一个开始 一个冲击总冠军宝座的开始 就在上场比赛中 新疆队就诞生了一名神话级别的球员 杜峰则成为最大的功臣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但新疆队新诞生的神话级别球员会是谁呢 他不是别人 他正是队内的主力小前锋麒麟 从他在过去数个赛季的表现来看 他在当前赛季就迎来新的爆发 尤其是他的三分球命中率还直接攀升至40.2% 就在上场西越大战 他还为球队砍下了33分 四篮板 一助攻 一抢断与一盖帽的战绩 尤其是他的三分球还做到了18投8中 这命中率直接飙升到44.4% 同时 还让他成为了这场比赛名副其实的三分投射大王 虽然杜丰在赛后直接表示 他们现在这个队伍能够做到如今这个程度颇为不易 不仅周琦遭遇连续的伤病 赵瑞也离开了广东队 而且他们现有的主力阵容还处在新老交替的关键时刻 现在的广东队也只能依靠徐心 张明驰 黄明依 张浩与张浩佳等年轻球员 在关键时刻扛起球队继续前行的重担 好在当周琦再度缺席之后 赵曲红就一力扛起了广东队的内线重任 但大家不要忘了 此前的他可是四支球队都不要的中锋 可是当他加盟广东队之后 在杜丰的精心调教之下 他很快就取得了新的质变 这也是他能够在广东队立足的根源 但由于广东队在前面三节挖的坑太大 太深 这也就完全成就了麒麟 并帮助他斩获了本赛季的新高 在这方面 麒麟还真的要好好答谢杜丰 如果不是他们的低迷 也不会让麒麟抓到如此之多的三分投射机会 而且当其他的球队看到麒麟的超神发挥之后 他们都会馋得流口水 只要他再度经历一到二个赛季的持续魔力 不排除他能够成长到里根在巅峰时期的高度 到了那个时候 新疆队也就迎来了建立冠军王朝的绝佳机会 但在这个过程中 显然还需要邱镖能够给予队内年轻球员更多的机会 毕竟他们才是新疆队真正的未来 至于说广东队 他们的失利也是必然的 尤其是如今的他们也急需学心 张明迟 张浩佳与黄明一等球员能够在关键时刻 就相差了很大一截 在这方面就需要他们深刻认识到 一名顶级巨星的诞生靠的不仅仅只有天赋 他们在后天的努力就占到了九成的因素 就像科比的666训练法 现有的这些年轻球员又有谁能够坚持下来呢 答案必然是没有 这就有点悲剧了